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报道 一位高级的外国外交官 还有一位反对派的政治人物表示 来自中国最高内部安全部队 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民武装警察官员 与前线的香港警察一同在去年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时候 已经在前线进行潜伏和观察 他们表示这是这支准军事部队加深对香港局势更广泛 努力了解的一部分 而香港警察带动武警部队监视着抗议者以及他们的战术行为 资深的民主党议员土锦森对路透社表示 我知道香港警察在抗议期间将中国的安全部队带到了前线 他们显然是在担任观察员 而外国的外交官要求匿名 由于对安全问题发表评论的敏感性而拒绝透露姓名 他还表示武警陪同香港警察到前线 中国国防部在回答路透社的提问时说 人民武警没有在香港驻扎 而香港的警方发言人表示 他们强调大陆执法机构的任何成员都不会进行这种访问或者观察 不过这位外交官还有其他三位外国使节估计 中国政府已经将准军事武警在香港的人员增加到了四千人 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估计 他们的评估是基于对于安全部队去年六月开始的民主抗议活动的严格审查而得出的 而抗议活动于去年六月开始 但是由于现在持续的健康危机 今年有退潮的迹象 路透社此前九月报道说 随着香港政府努力遏制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 去年中国安全部队悄悄进入香港的基地 其中就包括人数不详的人民武警 而快速现代化的人民武警是大陆的核心准军事力量和抗暴组织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开运作 在二零一八年的军事改革中 人民武警和人民解放军均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终指挥 而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 尽管北京和香港地方当局对于解放军在城市中的低调作用 持相对开放的态度 但是他们从未证实人民武警的存在 一些当地的法律专家和政治家们担心 专门针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武警的存在 违反了在中国统治下的保护香港自治的法律 这些法律规定北京对外交和国防的控制权 但是同时赋予了香港自己的政府执法和相对的自由的法律制度 图医员表示我认为警察和政府应该明确说明 为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尊重而正在采取的行动 但是他补充说他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 武警的存在将继续在香港存在 而香港政府的安全发言人则表示 包括内地在内的外部执法机构均无权在香港内部执行法律 但是外交们说加上去年也增加过的解放军人物 估计有一万两千人的部队在香港这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 在香港最大的安全部署 而外交史杰和安全分析人士都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香港的武警活动 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共产党领导层选择干预未来的抗议活动 是将由武警而不是由军队来带头进行任何镇压行动 他们认为鉴于香港庞大而精良的警察部队 以及任何此类举动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 此类部署仍然不大可能 而人民武警有自己的车辆 包括两期装甲运兵车 还有铁丝网铺设的卡车 而外交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在基地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防暴演习 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共享一些设施 但是分开运营 而解放军作为在香港的传统象征角色的一部分 主要出现在某些政府和外交职能中 但是人民武警没有这种公共角色 官员们表示香港警方正准备对九月大选前示威活动 任何可能出现的复兴鸟头 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下面呢再要为您观察到的是现在国际经济的相关话题 一起来看到的是德国商业银行 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发表的观点文章 文章说到美股连续熔断时暴跌 而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了记录低点 而另外一方面呢有价于三月九日出现了海湾事件 以前最大的单日报复 而在长期的波动率下滑之后 市场又出现了黑天鹅起飞的迹象 美股的断崖时暴跌背后 是新的卫生情况在全球的加速蔓延 在意大利等国继续宣布封锁之后 疯狂已经让更多人见识到当初的傲慢和轻视 是如此的代价高昂 现在卫生情况带来的不确定性难以散去 而股票市场作为风险资产的聚集之地出现快速的回落 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股经历了多次调整 但是每次都被强力的政策干预挽回 那么这一次市场想要真正了解的问题就是 即使在政策的强力干预之下 美股是否也难以获得提振 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些基准的情景和假设 在建立假设之前 我们首先要理解股市 尤其是美国股市为什么会出现长牛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当然是各国央行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QE为代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带来了债务的激增 也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 这些资金不断寻求能够获得正收益的资产 这从根本上推动了超过十年的股债双牛的超级资产牛市 而另一方面在上一轮的金融危机之后 资产管理行业的兴盛也带来了资本市场的繁荣 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大的范称 其中既包括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的最终进入市场的投资者 也包括保险公司这样的既会直接入市 也会委托基金公司这样的管理资产的交易投资者 同时也包括以私人银行为代表的投资者网络 他们直接接触所谓的高净值人群 为其委托理财 这样一个有层次的网络也体现了整个行业的新型向荣 而到二零一八年相关资产管理公司的总体资产规模 超过了七十万亿美元 而二零零九年底大概是二十五万亿美元 在十年间的时间里 资产管理规模伴随着股票市场增长将近两倍 而与此对应的则是金融行业 尤其是银行业的日渐衰落 财富效应当然是其增长的根本动力 但另外一方面相对较为宽松的金融监管 以及非常低的利率环境 也是不得不提的繁荣因素 在整个过程中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被动投资风格的兴起 以ETF投资为代表的被动投资风格 在过去的数年中大行其道 打败了所有其他的投资风格 而被动投资风格通常来说就是盯着市场 与各种不同的主动选股流派不同 被动投资基本上认准板块和公司规模 通过被动选股的方式来进行投资 这带来了资产管理费的大陆下降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 并带来了风格不断被强化 而在与基金经理的交往中 我们常会有类似的讨论 基金经理往往都号称自己在选择股票上有独到之处 但是真实的投资组合常以热门股票为主 这背后代表了行业的很多被动选择 比如业绩考核是根据与基准市场指数的比较来得出 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 大市值股票代表了指数 如果不买大市值股票 就等于没有办法跟指数进行同级比较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 大规模的资金进出 也意味着只有大市值股票才能够承受其波动 小公司的流通盘小 如果有大资金进入 等于一个大象掉进小池塘 必然会带来很大的波动 这可能会引发监管当局的关注 便可能带来很多的合规问题 而作为劝求股票市场的基准 美股上市公司不仅代表着最大最好的公司 也代表了为最流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文化 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管理层向股东负责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股价负责 而为了股价的上升 管理层往往想尽办法 无论是并购重组或是开源节流 或是调整公司策略 最终公司管理层获得了大量的期权激励 而这些都跟股票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因此呢股票背后牵动了太多利益 一旦出现暴跌 那么带来的影响会是致命的 而在过去的若干年中 央行的货币政策为了股票市场起到了保家护航作用 而股票市场的优良表现 也让相关的上下游行业获得了巨额收益 从而实现了不断的扩张 这样的分析就为我们建立了这样的基准情形 股票市场的繁荣得益于政策环境的配合趋势性的投资风格 以及市场参与者的捆绑利益 那么这次的卫生情况 为什么对这些基本逻辑产生冲击呢 首先就是卫生情势对于经济的冲击比想象中更大 而且传统政策应对显得非常的无厘头 我们首先从经济冲击来说 目前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 即使一次偶然的聚会或者是聚餐 都可能带来大规模的传染 除了大规模限制人群流动 几乎没有可以在短期内应对的遏制 在中国被遏制的经验似乎表明 需要付出相当的经济代价 全国人民至少宅在家一个月 情况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而这样的控制在多长时间内有效 其实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疑问 一个月时间的经济停摆 从理论上来说 对于民意GDP的影响大概是百分之七左右 假设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全部停止的话 而在很多调查中 我们看到企业预测2020年的收入将同比下滑两位数 如果我们企业营业收入下滑百分之十 这样的基准假设去考虑冲击 那么美国股票市场从高点附近百分之二十的跌幅 似乎是有一些纠偏过度 而因此仅从简单的冲击角度来看 股票市场似乎存在着超跌的可能性 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各国处理方式不仅相同 同时缺乏国际协同 而且更国的风险等级也不一样 这意味着即使理论上存在着有效处理方式 但是执行起来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意味着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至少会持续到下半年 甚至不排除跨年度的可能性 此外呢服务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而服务业的就业人口非常多 整体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就可能对于普通的居民对于未来收入造成担忧和影响 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体消费和企业营收 总体而言在这样风险的笼罩下 各国前景都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 目前据评估经济影响其实并不成熟 而这样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美股下跌的首要原因 接下来目前采取的政策干预是否对症呢 各国必然进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各种放松 但是显然意见的是 刺激的空间和工具其实已经十分有限 即使是在被普遍认为存在刺激空间的中国 关于基建的争论其实也可表明可刺激的行业和额外规模是十分有限的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采取货币和财政的放松 多少会有头疼一脚的嫌疑 现在各国是否应该大规模的控制人员流动 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存在争议 而对于情况来临时是保经济还是保健康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国不同的观念和政治框架 这样的政策目标不一致 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拉长情况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但是无论如何抗击情况的主导力量应该是医护工作者 而非央行和财政部 而从这一点来说 很多国家的疾控中心仍然难以承担大规模工作 也缺乏相关的资源和调度能力 退一步来说 即使政策可以更放松 但是留给市场的想象空间也是十分有限的 即使美联储已经把利率降至于零 也重新开始大规模的QE 但是这些政策真的能够抑制流行病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与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